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志汉 大家好我是张志汉 我是张志汉 也是山河岭当中 在山河岭当中饰演周子舒这个角色 周子舒 饰演周子舒的张志汉 在山河岭当中饰演的是周子舒 我尽尽尽力去演了 我在那个时刻就是周子舒 因为我觉得周子舒就是我 我就是周子舒 本身就是一个人 有一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诗 下一场下雨的时候 我和他站在那个河边上 那个那个庭子的面 很像西线香的很深刻 废里支撑武功 我还是我吗 既然不是了 何必活着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情的节点吧 你可肆意妄为的活十天 也不为你满心的活十年 那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身边 过通通话买的过三年 也挺好的 能和我这位知己呢 浪迹天涯 失去江湖口 潇洒早一会儿 方才不枉此生了 她的衣服都是那种 心中狂狂 这一次出来 她只想为自己活着 是挺好的 你该做个情人 既该做三年 这次想放在哪里 谁要求你 答应你 这个词 我可有一场过程 在等着你 我可有一场过程 在等着你 他的愿望 不敢肖小奇功伟业 但只求舍我一身 请君辞教 四季山庄中 周子说 阿絮 最大的挑战就是 周子说的话很少 怎么样去用表情 自己的想法 一些行动 表达出他的情感 是比较困难的 对于有挑战的 我觉得周子说这个角色 应该是我目前为止 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 或者是比较 让我受伤的一个 他的内心 我早就会 深属 接着不可 就是有没有想想的 好不容易 就会忘了 后来这个戏播 你都让我想 我也没想过 这个人心呢 是 是 活脱了 像我去演某个角色 去四个月 在一个地方拍戏 然后呢 等到播出的时候 我在四个月的时候 想说就是 孤独 在播出的时候 就以你们 现在在座的各位 产生了一种 某种特殊的联系 都是珍贵的体验 阿絮啊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然之 后悔 一种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